民主党主席柯文哲 在2024年的选战当中展现了实力 许多支持者将自己比喻成小草热情相挺 不过现在却传出了渗透校园 有粉砖引述家长爆料 就读高26岁的孩子 同学向他炫耀一张小草识别证 还说是大家纠团一起去台北玩 参加柯文哲肇事活动 才有办的东西 怒拼不是在培养民主小草 根本就是在毒害国家幼苗 而今天柯P也回应 常常很多是反串 要先搞清楚再来 下一次我们一定可以执政 一定可以赢回这个国家 2024大选柯文哲拿下369万多票 宣千枝叶科粉塞爆凯盗 展现35万元惊人的陆占能量 柯文哲更期许这些小草们 四年后能变成大树 再支持柯文哲 年轻朋友纷纷站出来 不过却有家长忧心忡忡 脸书粉砖接获家长反应 同学向就读高二的孩子 炫耀小草识别症 了解后原来是参加 柯文哲的造势晚会 证明爸爸怒批 16岁的孩子没有投票权 政党怎么会 如同邪教般渗透校园 柯文哲不是在培养民主小草 根本就是在毒害国家幼苗 这个特异团体还是什么 跟我们有关吗 我不晓得 网路事件真真假假 常常那个有很多是要反窜 要害我们的 所以要先搞清楚再来 柯文哲开唱测译粉砖恶意攻击 党副秘书长徐甫也秀出实体党政 明明样式不同 质疑何来可让学生带去学校炫耀 有这一章 更抢民进党继续放任三流网军 散播假讯席认知作战 只会离年轻族群越来越远 我想这是家长在反映 目前社会的现象 以及普遍的忧心 请民众党不要再利用民主来伤害民主 其实只要年满16岁就能申请成为民众党员 年早500块就能有数位党政 粉砖也在po出截图 强调都是真人真事 小草运动培养青年参政 也被质疑碰到政治红线 接下来被综合报导 这一段时间就会被判断到